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萨拉 以萨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还有少数名额 七月份报名截止 请抓紧时间报名哦 凌亿总统大选还有18个月 保守派又开始闹成一团了 大家要知道 我们越互相攻击 民主党作弊就越来越大胆 现在川普被起诉了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他们最新的作弊方式 今天就来好好讨论一下 目前选举最新的动向 不只是川普跟拜登而已 就连佛州的州长 跟加州的独裁者 都开始互相捅刀了 好笑的是这个新闻 纽森打算起诉Decentus 因为他把非法移民 送到加州这边来 这个很特别对不对 我们加州不是庇护州吗 Sanctuary State吗 佛州不是庇护州 所以他们遣送 他们去一个庇护州 不是遣送哦 护送哦 机票钱跟这个 这个公车钱都慢慢付了 不是一件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吗 根据这篇报导 纽森要告 Ron DeSantis 掳人绑架 OK Kidnapping 选举真的是一个 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政治真的是比 八点党还要好看 甚至有报导说 川普的副总统人选 可能是一个民主党人 大家来猜一下 这个人会是谁吧 请把你的答案 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直接到下面 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不要把你辛苦断的钱 送给恨你的公司 恨你小孩的 恨你的家庭的 恨你的信仰的 恨你的价值观的公司 请你拿你的钱 来支持我们这个样子 传达正确价值观的频道 加入我们会员之后 就可以参加我们Discord聊天室 里面100%都是跟你一样 志同道合的人 不止这个样子 我们还有个特殊的群组 会在我们Discord聊天室里面 你想要Homeschool你的孩子吗 Homeschool的资源从哪里来呢 我们请了两位母亲 就是上司在节目上的 Sunny 跟 Lily 两位Homeschool达人 一起来帮你跟你的孩子 夺回你孩子的教育权 一起来翻转这个时代 请帮我们按赞 留言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点的 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基督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是Eit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总统大选 基本上已经定案了 2024的民主党的就是拜登 对上共和党的这个川普 目前看起来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初选基本上已经定案了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选战在悄悄的开打 那这个就是两党的No.2 OK 佛州的州长DeSantis 对上加州的州长Gavin Newsom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讨论 他们两个会怎样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治形态跟方向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应该是 就是这个民主党这次会怎么作弊 现在好像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 我们可以开始公开的在YouTube上面讨论 一个就是上一个选举是怎样被窃取的 就是2020已经结束了 OK民主党已经掌权了 已经定案了 我们已经在这边水深火热了三年了 而且也没有人在那边说什么 川普下个星期三就会回白宫了 现在就可以在YouTube上面讨论2020的选举 是怎么被偷窃的 我们的账号被锁 然后被标榜成这个国内暴力组织 就是因为我们发了一个影片 就是讨论2020的选举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公开的讨论了 民主党是怎么作弊的 当时我还有个朋友 他说他的朋友说没有这回事 2020选举是史上最公平的选举 那我当然就是把所有我收集到的资讯 还有证据一字排开 调查到什么 内华达州的一个空地上面住了五十几个人 这都给他看 那他说这都是胡扯 我说说不定他只是不住在那边而已 那个地可以是用来减税的 然后是用来开公司的 然后我这天发了个影片回他朋友 我那个朋友还打电话 跟我骂我说我没风度 2020我失去了很多朋友 and I know 民主党在2020的时候 改变了太多的选举法 利用这个现在被发现根本就不存在的疫情 把整个选举的方式扭曲成了对民主党有利的方向 那值得讨论就是 这一次他们要怎么作弊呢 现在这个疫情已经结束了OK 很多投票法也改回来了 但是像说例如加州跟纽约 我们就是已经完全被民主党掌控的 也就是说现在还是全民都有邮寄选票 都还会在像滨州他们改变的选举法 而且违背了这个滨州的宪法也没关系 还有包括选票收割 还有什么这些都这些都还是保存着 那这次他们要怎么作弊呢 就是他们不断的起诉他们目前最大的对手 他们在纽约起诉他 联邦层面起诉他 在Miami那个地方也起诉他 乔治亚那个地方也起诉他 他们就是会用各式各样的诉讼案 把这个人放到这个法院里面 逼他一定要守法的去面对 然后去上庭 或者他们就是真的想要把川普关在监狱里 OK就是跳过正当程序的一个攻击方式 不只是我这个样子认为 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这个样子认为的 他是很不幸的创造出这个方法的 并不是民主党 而且他们不是第一个使用的 这样子的想法所有的政客都想要 OK如果我执政了 然后不用经过什么正当程序 来达到效果的话 这样子多方便啊 但是在美国这20年来 首次使用行政命令这样执行 这样先掌后奏的总统 刚好就是川普本人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给了公司更加工资料 更加工资料 如果一个人是被图的 可能危险 自己或其他人 使用行政策 使用行政策 所以没有人的材账 都被掌握了 但能够到处理 得到处理 得到处理 它很久 去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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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办法 我喜欢先拿起手 像这个狠狠男的案子 在加州 他有很多烟 他们都看到了 去到处理 会很久 所以你能做得到 但先拿起手 去到处理 我们只是想想 想想 先把这个 个人的能力 跟权力拿走 然后 之后再走正当程序 就好啦 反正正当程序 会搞很长的时间 嘛 刚刚那一段 是我对于川普 执政过程当中 最不能接受的一段话 但是 现在可以确定的就是 现在川普 的确是被不公平对待的 而且 针对他的起诉 真的就是政治攻击 就连 Harvard Harris 的这个民调都显示出来 超过55%的人 认为说 这是政治攻击 只有44%的人 选民认为说 起诉川普 是合理的 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因为一个诉讼案 可以是合理的 但是同时也是有政治攻击的 也有可能是不合理的攻击 但是 而且不是个政治攻击 只是一个纯粹的起诉 一个罪犯的概念 同一个民调也显示了 56%的这个选民认为 美国的司法 刻意的介入2024的选举 司法介入选举 而且不只是针对川普 我们认识的 要参选国会议员的 这个勤政国 Eric Chin 他每次上飞机的时候 都会被开箱 被弄到 就是小房间里面去 为什么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政府 要来弄保守派而已 这个民调更是证实了这一点 美国人其实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不只是共和党的人而已 不只是保守派而已 连民主党的人都知道 连民主党的左派都知道 这个是Joe Biden这个人 在使用联邦政府的力量 在攻击美国人 想要介入选举的事实 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丑闻 最大的弊案 比尼克森的那个水门案 还要恶心 这次不只是FBI窃听 而是整个司法部都在动作 他们想要摧毁民主 想要摧毁常事 现在就连民主党的人 或是普通的人都看得出来了 最好证明是什么呢 就是 Mit Romney 出来 维护拜登 指责川普 真的 我必须说 现在看深层政府的议程是什么 其实并不一定是看民主党在干嘛 而是要看 共和党的建制派站在哪里 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敌人到底是什么 I'm angry The country is going to go through tumult as a result of one thing President Trump didn't turn over military documents when he was asked to do so why did he just turn the documents in had he done so he certainly would not have been indicted I'm sure his lawyers told him that what was the purpose 我很生气 正对川普 很生气 ok对共和党很失望 对保守派很难过 經过了这三年报新闻 我基本上可以确定一切就是 共和党政治人物的方针 绝对就是左派的议程 柳香的Mitt Romney Lindsey Graham 还有有的时候 Mitch McConnell Kevin Kiley Young Kim 但是最明显就是Mitt Romney OK BLM上街打砸抢 Mitt Romney 就会指责保守派 OK 这是川普犯下这个 滔天大错 基本上 川普之前的每一任总统都做过 OK 而且不是总统的也做过 OK 把机密文件拿出来 外加上川普之后的总统 Joe Biden也犯了这个滔天大罪 OK 但是 都是川普的错 这就证明了 美国的政府其实有多腐败 目前有多腐败 因为如果每一任总统都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只有川普被起诉 就表示这个制度没有改变 对待总统的方式也没有改变 唯一改变的就是Department of Justice 我们的司法部 还有在司法部工作的这些检察官 对于犯罪的态度改变 也就是说要怪 就怪 把这些联邦的权力给D.O.J. 就是司法部的人 就是Joe Biden 还有要扩大政府 让D.O.J.可以不顾国会立法 可以直接跳过正当程序的人 那这个人刚好就是川普本身 现在美国正在变形 美国现在分裂的模式 还有辩论的方式 已经不单纯就是民主党对上共和党 左派对上右派 而是多数对上少数 人民对上掌权者 这些掌权者包括民主党的精英 跟共和党的精英 最新的说法很特别 川普最好的副总统候选人 不是D.Centers 不是任何的共和党人 而是Robert Kennedy Jr. 这两个人都不是他们两个政党的核心精英 但是却是两个政党的核心人物 两个政党内就是个非建制派的领导人 I don't know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 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林肯一个共和党的人 他的副总统Andrew Johnson 就是一个民主党的人 OK Andrew Johnson是民主党的 他这个人是来自南方 反对黑奴制度 当时林肯就认为说 这个样子对美国是最好的 最能让美国不要分裂的方式 I don't know 或许川普这次的副总统 会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党的人 因为或许现在美国人最大的敌人 很简单 就是控制着我们两大政党的建制派 我不认为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 就是川普会找一个 找Robert Kennedy Jr.当副总统 我只是认为这次选举将会很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民调 川普还是大幅的领先 不管在全国还是在New Hampshire 就是刚出来这个民调这个州 川普目前党内的支持率是47% OK Ron DeSantis是13% 然后Chris Christie 这个名字很新哦 基本上之前没人讨论过他 而且他也才刚宣布他要参选而已 然后就排到了9% 9%第三名 然后接下来是Mike Pence 5% Nikki Haley 3% Vivik 3% Tim Scott 3% 那值得看的东西就是 Chris Christie 比绝对不会投的人 这个还要高 绝对不会投的人 当然就是Mike Pence 根据我了解 应该没有人会比Chris Christie 还要更建制派了 虽然我觉得他了解并不是很多 因为共和党有另外一个民调 写的这个title就是 你绝对不会投票给谁 然后第一名就是Chris Christie 第二名是Mike Pence 第三名是川普 那这同时也表示了这个 你绝对不会投票给谁 这个民调根本不重要 因为川普很明显就是独占 凹头的领先状态 这表示共和党党内变得很两极 这个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而且同时也证明了 共和党内有很严重的内战状态 共和党内部已经基本上没有办法有控制了 你看我们下面的留言区就知道了 有些人觉得川普是弥赛亚在世 OK没有他 美国就完蛋了 我们来看AI News 只是希望我们可以 就是Ethan跟Felicia 可以entertain你们 华众取宠 完全照着他们的意识想法走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下面说 你看我早就知道了 川普跟Desenters 在共和党里面可以说是同一个派系的 他们想要用政府的力量 来打击什么东西 可能是打击深层政府 华盛顿的深层政府 可能是打击左派的企业 他们是想要用政治的力量 来达到什么东西的 另外一边就是建制派 或者是传统自由派 他们就希望减税 把所有的钱给大公司 这两个派系 基本上目前是没有任何共识的 我认为 Ron DeSenters要加油 而且要跟川普道歉 就是为了那个AI image 就是他抱 Dr. Fauci的那个照片 而且他要跟川普合作 因为他如果再攻击川普 然后再继续那边乱搞的话 他可能 之后会变第三名 然后 Chris Christie 就会变成共和党老二了 如果川普被起诉了 然后真的被关监狱了 那Chris Christie 很有可能就变成 New Hampshire的 No.1了 这个 就是政治最有趣的地方 政治不是逼着别人服从自己 而是跟彼此找到共识 如果你不喜欢这一点 如果你只是喜欢别人完全服从你 然后完全 想法跟你要一模一样才可以 那这个就不叫做政治 这个叫做压迫 很多人在下面那边希望 川普执政掌权 永永远远 OK 川普万岁万万岁 但是要知道就是 川普是人 他会老 他也会死 而且他最多就只剩下四年的任期 他接班人是谁 很重要 谁能持续MAGA这个运动非常重要 我心中有个list OK 我的list目前是这样的 川普 Dissantis 然后Carrie Lake 这三个人 我觉得都很适合代表我 当美国的总统 不管刚刚那个报导 OK 这个川普配上Robert Kennedy 听起来有多可笑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些东西讨论的话 不喜欢讨论这些东西的话 你其实并不喜欢政治 你喜欢的是独裁 你也完全不能接受任何的言论自由 这个就是事实 我来用下一个新闻 告诉大家为什么 我们先把总统大选放下 OK 放在另外一边 这边来讨论另一场选战 就是目前的第二把交椅的斗争 就是加州的Gavin Newsom 对上佛州的Ron DeSantis 因为目前看起来 如果川普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共和党提名的话 那应该就是Ron DeSantis 出来选 代表共和党 那如果拜登不知道为什么 不出来选的话 看起来就是 Gavin Newsom 会出来 代表这个邪恶又无耻的左派 然后就是Ron DeSantis 对于Gavin Newsom的建议 You know it's interesting you know it's interesting he's got huge problems im his state I mean like ích I mean, you see it in San Francisco you see it in L.A. you see it in the people fleeing California from it's inception 蓋 Sam 每一年一年 until he became governor California was probably the height of opportunity for middle class Americans for many many decades in this country no one would leave there you know you would go people were drawn to there and yet he's the first governor that's overseeing a massive exodus out of California and you know you can kind of understand if somebody comes from Minnesota and moves to Naples better winters all this stuff but if you're leaving like Southern California to move to like Jacksonville which is a great place you're not doing it because of the weather because they got probably the best weather in the country you're doing it because the place is so mismanaged and ill governed that you just can't take it anymore and so and yet with all those problems he has a real serious fixation on the state of Florida I mean I think it's just bizarre that he does that but what I would tell what I would tell him is you know what stop pussyfooting around are you gonna are you gonna throw your hat in the ring and challenge Joe are you gonna get in and do it or are you just gonna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chirp so why don't you throw your hat in the ring and then we'll go ahead and talk about what's happening so so I think it's great okay I'm very happy to see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attacking us here but we know that Gavin Newsom won't do that he doesn't have to challenge Joe Biden Gavin Newsom now it's a good thing we can't do it and we can't talk to the world we can't talk to the world why don't you think in China to go the world and we can't walk to the world 當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Joe Biden可能又摔倒 然後這是特別嚴重之類的 現在Gavin Newsom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全國巡迴 然後攻擊 Ron DeSantis 讓他可以在民主黨黨內證明 他是下一任的民主黨接班人 他可以取代Joe Biden 當民主黨最新的傀儡 他是會聽話的 民主黨建制派的精英控制民主黨 是比共和黨建制派的精英 控制共和黨的實權大很多的 民主黨的精英 現在看到拜登在台上在那邊演講 就說God save the Queen OK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段新聞片段 好了 我告訴你 我來講 我來講 我來講白天照片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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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能看到鏡頭 他們能看到你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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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神救救女王 神救救女王 他是個男 如果我做節目沒有記錯的話 ok 除了他就是已經老人痴呆症以外 拜登有太多的訴訟案 他的兒子昨天才在法院被定罪 然後不用去進監獄 Why 你如果犯罪的話 你可能會進監獄 但是他兒子不用 他跟他的家族有太多的爭議 OK Joe Biden對上川普 會是一個好的選擇 因為 他只要一跟川普放在一起 就好像是川普在欺負一個失智老人一樣 左派這些人 他們會投同情票 但是 現在真的太爛了 OK 他們在想說就是 我們想要取代Joe Biden 但是找不到人選 看看我們的副總統 對不對 除了膚色是對的以外 比較年輕以外 講出來的東西 比老人癡呆的還要癡呆 只會跟巫婆一樣笑 其他什麼都不會 那還有誰 我們民主黨還有誰 那個 Peat Buttigieg 對不對 很聰明 又很左 又是gay 對不對 然後又很聽話 然後 但是我們已經給了他一個職位了 結果他還搞砸了 照道理說 應該不會有任何人知道 交通部長是誰 交通部長是做什麼的 那就是一個納糧 排隊等待總統位置的人 結果你竟然可以搞到 全美國交通癱瘓 火車一直脫軌 然後你在那邊怪種族歧視 我們都已經給你一個納糧的位置了 OK 你竟然還要請三個月的產假 甚至好像不是他的小孩 I don't know Gavin Newsom看到了這一切 雖然他在加州的政策全部失敗了 但是 對於民主黨來說 他是一個很棒的候選人 有錢 升高又高 長得又帥 高富帥 OK 又聽話 按部就班的等著我們這些民主黨的人發落 而且來自一個非常龐大的州 這個樣子至少會有一個基礎的票倉 然後他做的這麼爛 加州發動罷免 還失敗了 所以如果現在 紐森可以在民主黨內部說服這些控制民主黨的精英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未來會有很多的人會出來反對 九百等了 這個樣子之後 我們的 紐森才會宣布參選 要記得民主黨運作模式 基本上是跟中國很多以前的皇帝的選太子一樣 多少大臣支持大阿哥 多少大臣支持二阿哥 然後三個阿哥 四阿哥 一直到166個阿哥 然後呢 他們會在這個貴族系統裡面選出來 最好被這些大臣還有太監控制的人來當皇帝 Gavin Newsom現在所做的一切 就只是為了討好民主黨內部而已 所以他絕對不會現在參選 因為民主黨是一個貴族的世襲的幫派 基督徒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們只有一個王 他的名字叫耶穌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選票來選出代表我們的人 我們投票的方式是我們的價值觀跟聖經的教導 我們要非常深度的來看現在每個在台上的政治人物 而且我們同時要有非常堅定的原則來看這些人 這些人的政策 很有可能會傷害到他們自己 更有可能會傷害到我們 川普的確是一個非常好的總統 我基本上全力支持他 但是他有很多的政策 還有很多的方向是會造成政府越權 然後會擴大甚至忽略憲法的 上次我跟Felicia討論就是民主黨的黑暗面 底下有很多人在下面說 民主已經是最好的制度了 這一點我幾乎快要完全同意 但是如果我們不小心的話 民主就會創造出最可怕的獨裁者制度 就像現在的民主黨 基本上就是一個權貴世襲的權貴政府一樣 這個YouTube頻道跟很多頻道不一樣 很多頻道為了點閱率 為了廣告為了賺錢 就連很多基督教的頻道都是一樣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只是想要大家醒來看看自己的人生 而且了解我們的自由 我們的未來是要我們跟神一起造就的 基督徒的確不該在乎政治 而且這些政治人物其實 對我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 我們希望的 是可以看到每一個父親 來守護自己的小孩的道德價值 看到每一個母親 起來保護自己兒女的教育 看到每一個教會 起來守護教會的純真 看到每一個基督徒 起來做這個事情的眼跟光 這些什麼誰做州長啊 誰當總統啊 只是在我的家庭以外的保護而已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每天讀聖經 那一天有觀眾問我們說 如果不是為了錢 如果不是為了名氣 你們為什麼要做這個 你們的目的是什麼 我在這裡幫你回答一下 我們想要做的就是 說出聖經的真理跟事實 說出教會不敢討論的議題 讓教會可以有勇氣來守護我們的信仰 我們想要達到的目的就是 有一天我們根本不需要存在 聖經的內容已經是這個世界的常識了 每一個人都有道德 每一個人都瞭解自己的價值 每一個人都在神的祝福當中得到快樂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的 現在或許幫助川普 或是幫助Dissanders競選 然後或許是打倒左派 但是每個基督徒存在的目標應該都是 創造一個大家都信靠神 大家都有明確的目標 跟道德價值觀的世代 創造一個自己沒有必要存在的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